這個節目是不提供的支持者的提供 應該要過年啦 應該準備農曆年 真的 我們今天什麼系列 留學系列 留學系列今天主題是什麼 大阪的留學生要怎麼找打工呢 我們先講一下留學生怎麼找打工 你覺得留學生打工的途徑有哪些 學校啊 學校 學校一定有 但是很多廠商會來貼 什麼便當店員來貼 居酒戶也來貼 電力商店員來貼 是貼在學校公布來 學校還要哪裡 還要哪裡 各式各樣啊 要嘛就是直接上網去查 最常見的其實是學校的 那你覺得第二常見的方式是怎麼找到哪裡 第二常見 第二常見 留學生區域啊 就在留學生區 就是留學生的世界 聽同學說囉 就是對 同學介紹 比如說我最近在G95打工 那你是不是需要打工 然後剛好大概三個那麼幾個禮拜 那 就一起去打工 就同一個地方打工 一起去打工 第一個 學校的推薦 第二個 同學介紹 這兩個其實不算上下 就差不多吧 因為通常去 是不是有一些同學的語言程度不好 可是 他有一些來應徵的時候 他上面不是說寫要什麼 恩師 恩什麼 對啊 他也很有 可是你的隔壁桌同學 隔壁同學 恩 沒有啊沒有這個程度 然後誰介紹我去打工 你要不要 他們店裡去的 啊 認識的 對 所以這兩個我覺得不想上家 還有什麼可以找人 我剛才有想到網路這樣子自己去找 哪一種網 求知網路 對啊 什麼 可是會有一些那種打工的文章 不是那種奇奇怪怪 就是人家那種人力銀行 恩 什麼Walk Town Walk Town之類的那種東西 是不是會有這個 然後什麼Mainavi打工的那種 就是那種正規的 對 還有什麼 人力銀行 人力銀行嗎 學校的布告欄 學生推薦 要跟同學一起去打工 還有人力銀行 還有人力銀行 我有想到一個就是那個 外國人不用中心的 對啊 這政府單位這個也有 外國人不用中心有 還有 還有 最少的但是也是 哇 這幾個都有 這幾個都常見 還有一個也很常見 很常見 還有啊 也算是常見 哪一個啊 是學校的那個嗎 你隨便猜啊 我在猜啊 報紙喔 不是報紙 不是 第五個其實常見你才想看 啊 常見的 你覺得什麼樣的情況下很常見 隨便不要想那麼多啊 它其實很簡單 手機 手機上滑 都不要想那麼多啊 想那一輪 不是啦 我真的想不慘 我真的想不慘 不要想那麼多 你打工會去哪打 就是去餐廳嗎 不是不是 去哪裡 去哪裡 餐廳那麼多 就找到大家的那種 沒有不可能坐車坐50分鐘去餐廳打工 可以到 那一定不會啊 那你會在哪裡來 學校附近喔 還有 住家附近的 所以有第五種就是他 就是他每次下雨 發現有沒有人在提 他就走進去 寫沒有用 然後所以同學還問我說 走到那個去打工要寫禮 你要啊 那你要去哪 蛤 那個 店裡上面有賣到很小章 我就寫那個就 喔 那你連什麼都留一下 你是誰住哪裡 店掛幾套的那種 喔 他們邊上就是寫的 所以很多同學是不是 就是也會 然後他們就胡其勇 其實說我很推薦 你說胡其勇 是你私密麻塞 是不是有要找打工 對 他們都會很開心 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通常貼在店門口 不算都不足 喔 他就小店 他不可能去買人力 好像太貴 喔 他買一個月要十幾十萬 他必要三四萬 所以很多小店不會貼 啊 所以他們有一些 就是去學校貼的東西 不然就是 欸 有一個可能中國學生 或台灣學生 或什麼香港學生在打工 就說 啊你那天還不是香港同學 要來打工 嗯哼哼哼 懂嗎 啊 老闆就是貼那個嗎 對啊 就是有權一點的廠商 比如說 企業家或這種連鎖的 嗯 他的命餐一定 然後再來就是 外門部的工錢 他也是 就是預算不足的法法 預算不足不是不好 他可能就會接很小的拉麵店 對啊 或是居酒屋之類的 對 他就只有那麼一間店 他不會花很多錢 你知道嗎 會不會貼那個啊 電線桿上面 不會要貼店門口 貼店桿要罰錢嘛 那我比如說是什麼 貼店門口 店門口 還有哪一些 這些都是我覺得常見 有沒有哪一些是 常見但危險 危險的是有啦 有啊就是比如說像是網路上 有一些介紹或什麼 就是那個網站不安全的 就是不安全也包含什麼 對 然後 還會有哪一些 不安全 還有哪一些 報紙算危險嗎 就報紙直接找到 沒有啊 報紙不算危險 因為便利商店都不用錢 來打分資訊 就一張一張的那 還有什麼是危險的呢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 你不知道那腳店 你也查不到的時候 那就是危險 喔喔 上網查不到資料喔 因為你 我剛剛講的這幾個 你查得到嗎 學校的定員他有地址啊 他也不會騙你 同學介紹 那同學就在那邊做啊 那也不會搞 那也不會搞 對啊 大概沒那麼壞心啊 壞心的人很少啊 那第三個是什麼 不就是外門雇用中心 那就正規到不行啊 人力銀行他不是有地址 對 然後跟你說XX分店 對不對 然後第五個不就是那個 自己去看的 你都知道那家店在哪裡 對 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可能會跟你說 什麼什麼工作 可是你去就覺得他很奇怪 就是那個氛圍 他可能是說餐飲店 可是他看起來是像一個酒吧 天啊 為我類似經驗 什麼類似經驗 就是 想到日本酒店吃這麼好啊 不是啦 就要去工作 就要去酒店 你差一點 倒到地址 嚇壞了 我想 他應徵 他應徵行政 行政助理 結果出去 對耶 我就要說的就是這個 他會應徵一些很奇怪的 對那好恐怖 當然就是有一些是 你很活動 你學會想要追求白領工作 什麼樣的事 結果去一些奇妙的東西 對 在你不知道那間公司 幹嘛之前都別去 要小心 真的 對啊 就是有時候去啊 或就是打電話去 可能就是 可能發一些奇怪簡訊的 嗯 我有看過很多人 真的 我有聽同學說 就發奇怪的簡訊是怎樣 就說這樣 哪邊哪邊有 就騷擾簡訊 啊 法院 就那種廣告的那些 各式公司 嗯嗯嗯 就有點像很合法 就什麼你要借錢啊 你那種去 喔 天啊 就幫你代表 然後還有各式公司 所以像我打工 再來還有誰 可以找打工 還有誰 怎麼 誰喔 是人喔 對啊 還有哪邊可以找打工 哪邊喔 嗯 因為處理比較高階的 一般同學 你剛去也不認識這些的 高階的喔 業者啊 那一定啊 有學業者會不會有認識的 對啊 像你們有沒有認識 有啊 不要說認識我自己就做這個 哈哈哈哈 我沒聽到 你覺得大滿全工作直接找 現在居酒屋滿手都是 滿手然後居酒屋 要打通整條心在橋 耶 每十公尺就一個有朋友在那裡上班 嗯 所以可以這樣子一直去 一直去 發生疑問總統都是我們的 也沒有到那麼多啦 做多 就十公尺也可以播手 哈哈 業者啦 還有 想什麼 日本當地會不會有一些 比較大的人力中間業者 就是在介紹打工的人 就像我記得有一間吧 在大阪 他是專門做那個 做那個年歲店 他不做北派就做女生 嗯 就專門介紹那個 對 然後我還記得 我一家專門做餐廳的 他不做北派 他在打工就只有餐廳 哦 他就是餐廳之王嗎 對 也不算啦 就是連鎖餐廳都找他 哦 然後還有一間我也記得 就做便利商店 嗯 他不是便利商店 他就是便利商店的總結 就是各種的啊 對 然後他不只做留學生 他本國人都有做 所以像業者 你通常日文要好一點條美食 或者是你的留學業者本來就只有這樣 因為台北好幾個留學業者 又做打工啊 嗯 基本上他們也都會經銷 對 因為他不只介紹打工度假 你要別的一般留學生打工 他也不會經銷 嗯 就像我這邊做打工度假 難道有同學要找 留學生要做打工 不一樣 對 他不是通通都是去G90 你要就去G90 日文好一點去便利商店 又不利 嗯 了解嗎 那你打工度假也可以去啊 好日文好一點就有工作做 那如果不好的話 就要看那個店 店命要不要 所以像這些東西同學都配的 那當然最方便當然是找女子 因為業者就會 就跟人愛看你 就說我想要找打工 然後只要薪水怎麼樣 工作內容大概是什麼 那就開始幫你配 比如說 角色皮找我 就大概G905要不要去 然後外場你要不要做 然後或者是 藥妝店 你要不要去 看你同學的那個程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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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 通常有一些是要有你們程度的 對啊 一定要 你連日文都看不懂 真的不知道你要需要中間的 你做事 你還問你 然後不要說別的啦 日文太差 真的有誤的比 因為你要記很多那種 就是 你連客人在點什麼 你都聽不懂 對啊 對啊 然後他還問我說 為什麼日本人都不講英文 就有點像是我家去 我就去 吃個 吃個東西 還說 你可以用英文點餐嗎 我一定會拿 都到日本人 對啊 所以像 業者也可以問 所以這些 如果你要在日本打工 你就不管在大阪或是在那裡 都可以用這些方式 那當然如果大阪的話 你可以找市場 我再業配一下 因為最近老闆在問 最近做了什麼呀 沒有同學打工啊 實際有同學打工 你都有服務到 喔 好啦 還是要公開一下我的背景 好啦 我有做什麼 好啦 最近上次我有帶包袋 好啦 好啦 老闆就說 你不可以藏著野者 不可以那麼講 就不想到 直接不想對不對 沒有啦 開玩笑 就是這些東西本來就有在酒 所以他就跟客氣 想要問就可以 但部分都是一些 比較簡單的打工 好啦 每次結束都要跟同學說什麼 聽導演訂閱按讚 小鈴鐺 你看有花牌啊小鈴鐺 改天教大家打 因為剛才就教了大家打一下 這是真的假的 然後再跟大家說什麼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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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日本看穿高 不要去哥我寄給你 這是日本看穿高 要去哪裡看 蛤 我是去牛郎店看 看不到真的 他會追嗎 都不會玩真的是 沒有你玩 有錢都不會花 去那個不是能力車 人力車 啊 對啦 你不覺得能力車 都是體育系很壯 有 要親切還要幫你給寶寶 還要幫你介紹 還要幫你 你買個大選餐就好了 他還是幫你幫你幫 所以感覺很窩心 有 玉米才一萬耶 有有 台幣兩千塊 如此貼心服務兩三小時 而且很年輕 是不是 你都不是大學生 嗯 又嫩嫩 嫩嫩 皮膚好好 這是要看帥哥真的是去 然後每次去 我都搶去推薦 請問要不要 他們都想要去這個 不要浪費那個錢 真的 要什麼 直接去看那個 審草關於是 又可以拜拜 然後又可以人力車 幫你帶去 然後他會跟妳講 然後聽我們去 他會介紹這是什麼 對 然後還會跟你說 他一直微笑 他會一直微笑